我呢這個是家裡就是媽媽們一定會有的薑黃粉 然後還有就是家裡冰箱裡面一定也會有牛奶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很簡單 所以你根本花不到幾塊錢不用特地去買 你就是一點點 因為我們嘴巴不用用到太多的量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女孩 好像口上太多還是幹嘛 其實會黑黑的 對 因為他們有些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能每天擦一些像唇蜜那種 可能回到家就不見了嘛 那你可能回到家想說已經不見了 我可能就嘴唇就不屑了 就算了 對 就算了 它是長期累積下來的色素層變 還是要卸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很愛名嘴唇的人也會造成色素層變 是喔 一點點的 是鮮奶嗎 對 鮮奶 牛奶 要過期的還是不過期的 我們今天 有分喔 看預算 不過期的它裡面的這個 酸的菌類會比較多 所以呢 會比較好是不是我都用去 不過過期的是不喝的嘛 對 所以你會發現 過期的新奶奶來洗澡會效果更明顯 所以它的菌比較多意思 對 它的菌比較多 喔 不懂喔 所以很多人都會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過期牛奶拿來做保養 就比較丟臉 真的 然後沒有過期的就趕快把它喝一喝 我可以看你做什麼感覺 喔 就是很像泥狀的面膜 其實有點刷刷耶 對 但是這個抹的地方不是 我不是抹愛嘴唇 我是抹愛這個 其實我們女生常常 就是你在畫唇膏之後 你會發現有時候 唇周就是會暗沉 都要特別遮瑕 然後我就會敷在這邊 唇角的味道 對 你這是誰教你的啊 那個化妝師 對 那你如果說嘴唇周圍 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較容易乾裂 會有點傷口的 那時候的話就盡量避免去用它 因為它也會刺激 不要噴噴噴 對那有些人嘴唇 那可能本身的嘴唇就比較乾的那種 你可能在用的時候 可能就不要太大力 就稍微敷一下就好了 那這樣要敷多久 大概5到10分鐘 然後呢 你看是不是很難跟我聊天 不過它這個調配的方式 其實它的來源應該是算牛奶 所以跟薑黃粉沒有關係嗎 薑黃粉還是有一點點 它可能因為摩擦力 不僅是你是用敷的 你不是按摩 對 就兩個方式是不一樣 所以來自牛奶會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 喔 我大概就是連續敷一個禮拜 我自己覺得那個嘴角的暗沉 有比較改善一點 嗯 我有擦乾淨 我幫你擦好 擦不擦乾淨 你擦黃黃它 對然後這個之後就是 當然要洗就是洗掉它 洗掉它 然後我會再敷唇膜 我去日本都會補貨 日本的唇膜 對對 補很多 然後就直接敷上去這樣 對 那如果沒有這個唇膜怎麼辦 欸 我教大家 你也可以那個家裡一定會有那個 凡士林 你用凡士林厚厚敷一層 然後如果你想要有那種像有敷面膜的那個唇膜的感覺的話 你用那個保鮮膜輕輕的剪一小塊在上面也是OK的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還有按下鈴鐺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